歡迎來到加點及那棒,我是超粒方 奧斯卡是電影界一年一度的盛世 去年我在我的頻道有做了一部影片回顧 今年也不例外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回顧今年的奧斯卡吧 首先 Justin Timberlake 的開場表演真的不錯 把整個氣氛都帶起來 但是有人注意到 Ryan Gosling 被他摟肩的反應嗎? 他又不是同年好友嗎? 他的反應就好像被陌生人搭訕一樣 還有我們也同時目睹了 Nicole Kidman 試圖了解跳舞這個概念的過程 不過在學會跳舞之前 他得先學會拍手 不管Jimmy Kimmel 講幾次 Matt Damon 的笑話 我都不會膩 這真的是史上最久又最有趣的名人內梗 他在開場白還蠻有趣的 還在嗆川普至於把去年的奧斯卡好白拿出來酸了一下 當然還有被高估的 Meryl Streep 第20次被提名 真的是快要變成義務性提名了 不過這整個頒獎典禮 川普被提到的次數意外的少 其中讓我覺得最突兀的一次就是最佳動畫片的頒獎人 你是在辦最佳動畫片耶 為什麼要提到川普? 今年的得獎者其實幾乎沒有什麼特別意外的 Mahushala Ali確實是實至名歸 我最早是從紙牌屋開始注意到他的 到後來陸克凱吉 現在月光下藍色的男孩都是截然不同的角色 老實說月光下藍色的男孩耶 我認為最突出的部分就是第一部他有出現的部分 他的角色真的非常讓人有親近感 猶如大哥哥一般 今年也在辦演員獎之前第一次出現歷年得獎者片段的合集 真是令人看得心情激動 今年致死最大的亮點無疑是女配角Viola Davis 講到她自己都不知道哭到哪裡去了 但是她在說有一個地方集結了所有最有潛力的人 我本來都已經準備好她會接好萊塢了 但是她竟然說了墓園害我整個 咳咳咳啥啥 我的意思是她說的完全沒錯 只是沒預料到她會這樣說而已 當然今年頒獎典禮也產生眾多的網路梗 其中一個就是悄悄話的Ryan Gosling 在其中一段一群完全不知情的觀光客被騙進來 Ryan Gosling跟其中一個握手並在她耳邊說了一段話 從她的表情看來 真的很好奇她說了什麼 會是 九頭十萬歲 還是 我投給了川普 或者是 PewDiePie其實真的是希特勒的支持者 還是其實是 我把最佳影片的信封給換掉了 不要跟別人說 今年最讓我開心的地方是Limmanuel Miranda 初來在海洋奇緣主題曲表演之前Rap的一段 她就是音樂劇Hamilton的創作者兼主角 如果你有看過我年度十大影片系列的話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我多愛這部音樂劇 而Oligi Cravalho的演出可說是全部表演裡面最穩的 她被舞者的旗子打到都毫無反應 不過有點小失望的部分 是越來越愛你的歌曲 竟然不只有Ryan Gosling和Emma Stone演唱 別誤會 John Legend唱得非常好 但是我相信Ryan和Emma絕對有實力現場演出了 Ryan之前當位樂團主唱 Emma也演出百老匯音樂劇 有人注意到這首歌表演時後面的舞者有些是電影開場的舞者嗎? 今年寄出獎項沒有像去年瘋狂麥斯那樣一面倒的情況 怪獸與他們產地贏得最佳服裝 不得不說他真的是提名電影中最有感的 要帶出1926年的時代感同時還要加入魔法元素 今年這個獎項除了越來越愛你以外全都是時代片 這裡想要稍微解釋一下混音和音效剪輯的分別 因為似乎有許多人不知道其中的分別 混音是指在拍攝時就錄製的聲音 加以調整不同元素的音量 音效剪輯是指後來才加上去的合成音效 所以有大部分是實體拍攝的鋼鐵英雄是拿混音獎 而有外星人以及不是現實中會出現的聲音的異星入鏡 則是拿音效剪輯 我們可以談談自殺突擊隊現在是一部奧斯卡電影這件事嗎? 很多人把這件事當作一件天大喜事一樣 我在好幾個留言區都看到DC粉拿這件事來搶漫威電影 這是裝髮講冷靜一點人們 不過我得承認殺手鵝和魅惑女巫的化妝的確是很驚人 雖然星期蒸發戰的外星人頭一點也不遜色就是 紀念片段真的是提醒了我們2016帶走多少巨星 尤其Carrie Fisher又在最後一位 配上她在原力覺醒的台詞 願原力與你同在 真的是 讓人 完全頂不住啊 現在歡迎提名5次的Amy Adams 影衣學院你還真好意思說這句話 增加今年兩部極為出色的電影 異星入鏡和夜行動物都沒被提名 要不是你們找他來頒獎 我還以為你們都把他當空氣 《越來越愛你》今年爆走6個獎項 包含配樂、原創歌曲、攝影、場景設計、導演、女主角 雖然月光下藍色男孩的運鏡是帶有許多訊息沒有錯 但是《越來越愛你》 猶如5到1半的鏡頭這真的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完完全全緊抓住觀眾的目光 也恭喜Damien Shazelle成為時尚最年輕的最佳導演得獎者 這部電影所需要的調度功力的確非常驚人 題外話 我在看了頒獎電影之後才知道Denis Villeneuve的名字怎麼唸 以前我都說Denis Villeneuve 說實話 我本來十分篤定會是Isabel Hubert的女主角獎 他在他的危險遊戲中的演出 就讓人害怕但是又移不開目光可以形容 通常一般的演員都會試圖讓觀眾理解一個角色的動機和心境 他不是 他完全不在乎你怎麼想 這就是最高明的地方 不過奧斯卡向來很少把獎頒給外國演員 所以也不是特別意外就是了 我們現在可以談那件事了吧 你知道我們總得要談那件事吧 來吧 當時情況是這樣的 Warren Beatty和Fay Donald Wee 上台翻發最佳影片 他們猶豫了大概10秒鐘 但還是唸出了越來越愛你 隨後在滿堂的歡騰之中 許多觀眾都錯過他們說的極為關鍵的一句話 你聽到了嗎? 沒有 再仔細聽一次 沒有錯 他們在剛唸出越來越愛你之後就輸了 上面寫Emma Stone 當時在後台的人如此描述 當時本來氣氛很好 直到有人發現事情不對勁 我的天啊 是月光下藍色男孩 舞台總監說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越來越愛你 已經輪到第三個製作人致詞 Oh my fucking god 不是越來越愛你 是月光下藍色男孩 他們拿錯信封了 後台幕後人員爆頭大喊 此時全場陷入騷動 Emma Stone在台上說 Oh my god Oh my god Ryan Gosling則在一旁賊笑 難道信封真的是他換的 順帶一提 我們輸了 其中一個製作人說 月光下藍色男孩 你們贏了 這不是一個玩笑 此時台下全場陷入震驚 看看Matt Damon的表情 再看看巨石強森的表情 簡直是問號的擬人話 再看看不知道在看哪裡的Ben Affleck 不過最能代表我們所有人敢想的 當然還是Meryl Streep 這不是玩笑 星光是最好的照片 星光 最好的照片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該不該拍手 所以只好選Nicole Catman拍一半 不過說認真的 他好像是因為怕傷到戒指 所以才這樣拍 不過說更認真的 如果那個戒指真的這麼容易被傷到的話 大概也沒有很值錢 此時月光下藍色男孩劇組 才回程過來上台頒獎 可憐的Damian 史舍然完全無法置信 還愣在台上 在頒獎過後 月光下藍色的男孩 男配角 Marshalla Ali在後台說 呃...剛剛真的很尷尬 Warren Bailey則拒絕叫出信封 表示一定要給導演看到他手上拿的信封 所以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Emma Stone表示他從頭到尾都拿著自己最佳女主角的信封 根據報導 當時負責叫出信封給班長者的會計師 因為忙著發推文 所以將錯的信封交給Warren Bailey 因為每個獎項都有準備兩個信封 一方萬一 不過Warren Bailey看到上面寫著大大的Emma Stone 竟然也沒有說什麼 就這樣交給飛刀那位 之後奧斯卡也表示 不會再與這兩名出爆的會計師合作 於是 奧斯卡史上最大的烏龍就這樣落幕了 感謝今年奧斯卡又誕生了無數的網路梗 想要看到更多電影討論以及資訊 你就來到對的地方了 加點吉拉棒 看電影可以只是娛樂 但是和... 我真的無法... 我真的無法... 我真的無法認真說完這句話 我是超理方 我們下部影片見